接下来请收看五体系列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再继续来向四经菩萨所著的 发菩提心经论学习 发菩提心来落实 来提升我们的生命 所以在发菩提心经论里面 从劝发品让我们知道 发菩提心的殊胜 而且发菩提心主要是要能够了解众生的苦 众生无量无边 所以发菩提心也是要像大地的沉沙一样的广大无边 那在从发菩提心劝发 知道发菩提心的重要以后 我们就要能够来观察我们如何能够发菩提心 所以从第二品的发心品 我们就要能够了解世间的苦 有种种的烦恼 种种的束缚 所以要做一个比较 众生世间的苦跟诸佛菩萨的解脱的乐 然后能够发愤学习 所以从第三品就要落实能够试愿 发愿我们要真正的提起发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心 在从第四品到第九品 也就是六度波罗蜜的内容 从布施 慈戒 忍入 精进 禅定 在第六就是波罗智慧 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落实学习 所以从第九品以后就是如十品 跟第十一品的空无相品 那我们现在进入的就是第十二品的功德慈品 也就等于是发菩提心经论的最后的一品 那在如十品跟空无相品 也就是我们在生命的历练里面 把佛法落实在我们的所有的境遇 我们所有的对境里面 那从我们的心去观察 种种的现象 我们的心的本质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慢慢的从智慧的开展 就能够釐清对诸法的真相 有一个深入的一个发展 所以从如十品到空无相品 就经过信任 法人 还有顺人 这样子能够再继续努力不间断 那就能够到无相的法人 所以到了功德慈品里面 就是做一个了结的一个总结 所以让我们知道说 有这样子的一个究竟圆满的目标 是发菩提心带领我们的一个最圆满的境界 可是在过程里面 是我们要面对的 所以从功德慈品里面 又在让我们知道 要有能够落实 就是有十法 十种法 也让我们能够不退转 那我们上个单元 在这十个法里面的内容 就是谈到第一 是菩萨生发无上菩提之心 而且要教化众生 也令发菩提心 也就是能够自己 能够离苦得乐 我们开展菩提心 就是能够有决性 观察一切诸法的真实的状态 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也要能够发心 让一切的众生 也了解要发菩提心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才能够把菩提心 能够继续的能够扩展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无上菩提 就不只是我们一个个人的菩提心 而是所有一切众生 也都能够发菩提心的 这样的一个究竟的无上菩提 所以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觉醒 第二也就是要能够常乐见佛 以己所争奉施供养 生重善根 也就是要尊重佛 而且要能够常常的意念佛 那能够对佛做种种的供养 就等于是对佛的究竟圆满 我们是非常的尊重 然后要能够从自己的 所做的身口一三叶 都能够种株上根 也就是把我们自己的身口意 都能够导向正面的 那这样子就把我们自己 像佛的学习 它是能够是承接上去 那第三也就是求法要不间断 也为了要尊重法 所以要以恭敬心来供养法师 听法无业 这个是对法的尊重 那在世间要能够了解法 就是要广求法 所以在法伐经的第十二品 提婆达托品里面 就是释迦摩尼佛过去求妙法 也就是求法的最好的模范 当时释迦摩尼佛是一位国王 那他就把所有的这些国土 还有皇宫的这些所有的宫女 他的皇后 所有的这些享受的这种生活都捨棄了 那就广求妙法 所以当时就有仙人 就是提婆达托的过去士 那他有妙法 所以释迦摩尼佛当时 为了要求妙法 他就愿意做一个能够服侍有法的 这一位仙人的一个侍者 所以当床给他睡 然后服侍他 帮他提水 帮他煮饭 就是服侍他所有的生活起居 那这一些的供养尊重的心 主要是为了求妙法 所以能够听闻妙法 就是我们好像得到世间的金银财宝 所以有人说 如果我们能够得到珍贵的金银财宝 我们不会去问说 这个金银财宝是从粪坑里面拿到的呢 还是在一个很高贵的地方拿到的呢 最主要的是金银财宝本身 它无价之宝 所以从哪里来的不重要 最主要的是有这个法宝 所以在世间呢 我们因为不知道法 所以我们就在世间里面呢 就是沉沦受苦 所以法也就是让我们可以真正里苦得乐的正法 所以在正法的这样的考量呢 就能够呢 就是放下我们所有的这一些的身体的身段呢 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些世间所重视的面子呢 这一些的物质的享受 而是为了法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改变我们的观念 然后我们真正能够落实依法而修行 那这样的时候呢 也就是我们世间最宝贝的 所以这个是为了求法 而尊重恭敬心 来供养法师 而听法无厌 那第四就是谈到的呢 就是对于有僧团里面 比丘僧坏为恶部 也就是有任何的意见不合啊 那就是分裂 那变成对立的这种两个部分啊 那对这种情况啊 就是身团里面有这一些争执啊 所以互相征送 而且共相过患 就是互说对方的不对啊 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 就是造成身团的分裂 那如果能够有人啊 他能够勤求方便 令其合合 也就是让双方都能够真正的放下 这样子的一个争锋对立 而能够为了共同的这种修行的目标 所以这一点应该是针对于法 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所有的身团 都能够合合来共同修行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整个法的力量就非常的坚固 而且呢也能够造成身团的精进修行的 这样的这种大众的力量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化 分裂而能够有合合的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呢 也就是要让这种身团呢 他能够以法 以修行为主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考量呢 应该也不是说好像是一般的以利益 就是不是为了世间的利益 而是为了能够共同造成身团的合合的 所以身团里面有六合径啊 就是要能够有支箭 要能够一同都是正确的 就是依法为主 然后要能够立合同军 也就是大家都能够兼顾到每一个人 所以也不能够有这种好像差异啊 不平等啊 所以这些的考量呢 应该是要有一个 他是以大体为主 然后以佛法为修行的考量 那这样子呢 的人呢 他也是能够 菩提心呢 就不退转 那因为是完全以法为重 所以在这十法 终不退失 无上菩提的这样的考量呢 也都是从最高的目标 向佛能够恭敬供养学习 然后能够自己发菩提心 也教导众生发菩提心 然后呢 也能够求法不间断 听法如严 那又能够在身团里面 就是以法为重 能够促成身团里面的正知见 这种共同的和谐 那第五呢 就是若见国土 邪恶增上佛法遇坏 能读诵说乃至一记 令法不绝 专心护法 不惜生命 所以第五的内容 也是能够让法不中断 所以在这里所谈到的 就是说在世间 因为众生的种种的不正见 所以在很多的经典都谈到说 我们的娑婆世界是叫做五着恶事 就是见拙 众生拙 命拙 杰拙 烦恼拙 这五种 都是增长 赤胜 就是我们的知见不正确 就是知见都是以世间 贪生吃考量 所以是我们的见拙 那烦恼拙 也就是我们的贪生吃增长 都是以自己个人的 这样子的一种考量为主 那命拙 也就是我们众生 寿命越保 我们的这种资源越来越少 还有这个命拙 这个众生拙 也就是所有的众生 好像都是为了要争取 自己的这种利益 所以众生的这种增值 越来越强烈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 我们叫做说国土邪恶增上 也就是我们这种恶的心增长 那在我们现在的世间 社会很多的这种恶行 像社会新闻 常常很遗憾的看到说 有杀父杀母 有这种仇杀 情杀 这些种种都是为了一己的这种情绪 或者是情感 或者是为了利益 用这个强 夺 骗 那这些就是国土邪恶增长 那在这种情况里面 再严重的话呢 就是佛法御患 也就是说世间的人贪念太重了 那佛法呢 是要能够让我们发起我们真正的这种善念 觉醒 也就是谈到的都是修行 要能够守本分啊 要有伦理道德啊 然后呢 从根本的心来向内观察 所以这个都是一种非常的这种修行的这种提倡 就是要能够讲求自我的这种的这种历练 所以这些呢 跟世间的这一些的贪啊 称啊 这一些的状况呢 正好相反 所以呢 要在这样子的五卓二世里面啊 要宣扬佛法 要能够让所有的众生啊 都能够了解佛法 实在是很难的 所以在阿弥陀经里面啊 就是佛 就是赞叹了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 那是十方的诸佛所赞叹的极乐世界 那同时呢 因为释迦牟尼佛也能够宣扬净土法门 也能够宣扬正法 所以呢 十方诸佛也赞叹释迦牟尼佛 赞叹释迦牟尼佛的最大的一个重点呢 尤其是在五卓二世里面能够宣扬这样子的这种 众生呢 难以信解的这种正法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恶事里面呢 更要能够能够坚持修行 而能够坚持 能够宣扬正法 那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啦 所以说在这样子的一种因缘里面呢 能够读宣 就是说我们有信心对佛法 就觉得坚持到底 不管世间在怎么样的艰难 那即使我们修行 然后在世间被人家欺负 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很多都是吃亏啊 那我们也还是要坚信啊 还是要能够修行 所以在这样的这种艰难的状况之下 也能够读宣经典 或者是乃至能够解说一记 也就是经典 用寄宣来说的话是最短 就是说 这个金刚心说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一切有违法 都是像梦 像幻影 像路 像电一样 那这个就是要让我们知道 一切世间都是无常 不是真实的 实际的 那我们如果去追求的话 那我们就等于是 为这一些本来都是变化无常的事情 而去执着 所以能够以一个寄宋就表示说 一个法的最短的这样的内容 能够宣扬这样的一个佛法 让正法没有断绝啊 那能够专心护法 而不齐生命 也就是为法呢 就好像是我们要 维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 为法而能够宣扬 而能够护法 那这样子呢 也就能够让菩提心不退转 所以整个的到第五个 这样的不退转 无上菩提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呢 都是以最尊贵的佛为我们尊重的对象 然后就是要能够利益众生 那再来呢 也都是要能够为法 所以在这里的对法的尊重啊 就让我们知道说 发菩提心 我们也是因为听闻了佛法 有这样的正法的内容 我们才知道说 应该要发菩提心 所以法等于是众生 真正能够学习的依据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要入涅槃的时候呢 也是要弟子们以法为师 以戒为师 也就是有看到法 也就看到佛 因为佛呢 也就是因为觉悟的诸法的真相 所以教导众生 怎么样子能够也如此 能够观察一切诸法的真相 那这些的方法 也就是证法 也就是佛所证悟的这样的内容 所以要有这样的法 我们才能够依法而修行 那依法而修行 我们就真正能够看到 诸法的真相 所以法的尊贵 就是在第四点 第五点 那也都是以法 三四五都是以法为众 那第六呢 也就是要能够见诸众生 恐怖或是畏惧 或者是苦恼的时候啊 而要能够作为救护 而失以无畏 也就等于是为了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悲悯的心啊 是法菩提心的根本 就是不忍众生苦啊 那在这样子的一种内涵呢 本身是一个慈悲为怀的心 所以要能够为众生来施无畏 也就是能够教导众生 用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离苦得乐 那劝导众生能够修行 那这样子呢 能够利益众生 真正也有离苦得乐的能力 所以在识法 能够让发菩提心 而且不会退转 在第六的内容 也就是要能够以悲悯众生的苦 为考量 要劝导众生能够修法 然后能够让众生 也能够有力量 离苦得乐 就是得到无畏 无畏师 所以在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里面 观世音菩萨能够闻生救苦 就是无畏师 所以称作师无畏者 那我们如果发菩提心 要真正能够做到说 让众生也都能够爱护 救护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那就要像大菩萨这样子 有这种威得力 就直接把众生的苦就拔出来 那这样子叫做无畏师 那第七呢 也就是要发勤修行 求如是等方等大乘 圣身经法诸菩萨障 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要求大乘的法 就是要勤修行 就是能够落实来将所听闻到的法 能够去实行 就是能够落实在我们自己的 身口一三叶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都能够观察到法 都是在我们的身心所接触的 这些都是法 那这些法还要特别强调是 如是等方等大乘 圣身经法 还有菩萨障 那这个部分的如是等呢 也就是以法菩提心经为基本 也就是说 像法菩提心经 这部经一样的 这些的方等经 或者是大乘的经典 因为在佛经有分类 那方等呢 也就是等于是内容都是谈到 菩萨化度众生的这一些的 慈悲行 所以方等就是等于 让我们众生也能够学习像菩萨一样 所以叫方等 那大乘呢 也就是以十方诸佛 诸大菩萨的这样的境界 来利益众生的这一些的慈悲行 还有智慧 这些的内容就叫做大乘经典 所以我们了解的大乘的经典 就非常的多啊 像我们常常说 《经宗之王法华经》 《妙法莲华经》 或者是就是能够谈到诸佛的富贵的 《华言经》 《华言经》 就是大方广佛华言经》 那还有很多的《任言经》 这一些的都是谈到佛的境界 都是大菩萨在利益众生的这样的内容 所以也叫做菩萨障 所以要求这样子的法 所以第七点呢 也是以法为重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就是很多呢 都还是以法为重 因为法还是我们所修行的依据 那在我们说的 在这个法要强调大乘的法呢 最主要是因为发菩提心 是要能够就尽圆满自己的智慧 还要有像佛菩萨 他也有能够利益众生的这样的能力 来究竟学习 所以也不只是说 我们断除烦恼而已 而是要在学习八万世间法门 能够真正的了解众生 还要有真正能够利益众生的这些力量的培养 所以这样子的学习是无穷尽的 所以这样子的大乘的经典的殊胜 就是在第七点 就是特别的强调 是要去能够修行 像发菩提心经这样子 要劝发众生能够发菩提心 这样子大乘的经典 那第八呢 就是要强调说 我们得势法矣 就是能够受持了 就是我们已经听闻了大乘的经典 那还要能够受持 读诵 就是能够去将这些经文 我们常常记忆 就是背诵 然后能够读 能够诵这样的经典 那如说行 如所说住 也就是也要能够学习经典所教的 这一些的内容的法门 我们也要去修 然后呢 如所说住 也就是把这些经典的境界呢 就将我们的心 就好像安住在这个法里面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方法呢 应该是像说 如果我们读《波罗经》啊 那像《心经》啊 那《心经》一开始就说 观置在菩萨 行身波罗 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那这样的境界呢 我们如果听闻到了呢 我们要如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呢 我们用这样来修行 然后也安住在这样子的境界里面 那就等于是我们这样的经文 要背起来 然后很熟悉啊 所以我们说 观置在菩萨行身波罗 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行身波罗 波罗密多 我们本来不太了解这个内容啊 可是行身波罗 波罗密多的时候呢 就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啊 那我们就从五蕴呢 来了解说 五蕴就是色 受 想 行 适 每一个色 每一个蕴 色蕴就是我们的肉身啊 还有别人的肉身啊 还有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现象啊 这些有物质的 还有我们耳朵听到的啊 一切的声音啊 鼻子所闻到的啊 还有我们口能够尝到的啊 还有触到的啊 那这些每一个都是色蕴啊 就是物质性的 那我们都很仔细的去体会 我们能够看的眼睛 还有被我们看到的这些种种的啊 这种物质啊 那这些的静都是蕴 那这些蕴都是空的啊 那我们又从这个理去了解分析 然后分析以后 我们再进一步去 去体会说 这样的空 实际上是真的它没有实质的存在啊 那我们用这样子呢 就是思维 叫做正思维 就是把法 来真正的去理解 去在法里面 去体会它这个境界是什么 那这样的时候呢 也就是住 住在这个法里面 所以按照这个法所教的 我们这样子如实去修行 也就是要如实去观察思维 然后住在这样的里面 那从色蕴 我们也体会说 真的是色蕴是空啊 那受 我们的感受也是空啊 想也是空 那我们这样子去想的时候呢 慢慢又觉得 真的是可以空啊 如果我们不按照法 去这样子去修 去行 去住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心啊 都执着在这一些的现象里面 而以为它是石油啦 所以我们众生凡夫都说 一切都是真的 一切都是有的 一切都是实在的 那从法 我们才能够看到说 哦原来它是无常 它不是实际 它是就是变化的 那是空的 所以用这样子呢 就是让我们呢 就能够 就是从法 而能够行 而能够住在这个法里面 所以我们 这样子了解就知道说 这法的重要 因为依照法 我们才能够呢 就是从法的内容 去观察去思维 然后安住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过程 也是在实法 让我们不退转菩提心 那也就是 主要是让我们能够真正修行 我们说发菩提心 好像要发也不容易 可是我们即使说 我们发了菩提心 可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众生的习性 我们还有一些不正见 那只要我们有这些 这种不正见 这一些的这种情绪 凡夫的这一些的见解 又起来的时候 那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保持正念 没有办法实时观察 用正法来纠正自己的话 那我们就容易就是退转 我们就是跟着我们的习性 我们的不正见走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有中断 所以在用发菩提心 而不退转的这种考量 也就是要用我们正法的引领 然后让我们真正把我们的心 都能够放在法上面 那这样才能够不退转 所以对法不退转 对法能够精进修行 那当然发菩提心也就不会退转 所以在第八 也就是从法 这样的一种落实 来跟我们自己的内心 能够做结合 这样子的一种契路是很重要的 那第九呢 就是自助于法 亦能劝导令多众生 入世法中 所以第九呢 也就是承接第八说 好我们听闻了诸法 那能够如是行 而且能够如所说 安住在法之中 所以第九也就是说 好 那我们听闻佛法了 我们知道这个法的内容了 那自己也能够安住在这个法里面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在法里面得到安住 我们得到安乐 得到法义 得到法乐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能够 劝导令多众生入世法中 也要让众生知道说 真正能够离苦得乐的 就是要修行 那要修行呢 也就是要能够看到法 而能够住在法当中 所以每一个人 当都能够了解法 真正能够修行 安住在法的时候 那每一个人自己都解决自己的问题 那每一个人自己都没有这些烦恼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究竟离苦得乐 所以这个时候 也就是能够真正能够成就无上菩提的时候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考量 真的是最大的一个慈悲心 也就是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看到这个法的尊重 而能够修行 而能够得到利苦得乐 那第十呢 也就是入法中矣 能未解说 世教利息 开悟众生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就是能够自己如法修行 而安住在法中 也能够劝导众生 能够入于诸法之中 就是也看到诸法的真相啊 也能够如法来修行啊 那这样的时候呢 菩萨也要能够发起 为众生解说诸法的实相 本来诸法的实相是没有办法说的啦 因为诸法就是它的实质是要靠我们能够保持正念 而能够观察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实际的了解诸法的真相啊 那要用解说的话呢 也就是等于是让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真相 能够依闻思修而进入 所以就像好像佛是已经开悟者啦 所以看到诸法的真相 那我们众生呢 就是还在谜子中啊 所以我们因为听闻的佛所教导的法 所以我们也按照这样的法去 听闻了以后去思维 就是把这个内容我们来做理解 然后呢就是用我们自己的心去体会 就在法里面呢 去实质去体会到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用佛所说的来作为我们修行的依据 所以如果我们也按照这样的方法 我们也得到法的利益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从本来安住的这个法的境界里面呢 再来用我们能够让人家可以听得懂的这个语言啊 那解说那最主要的也就是要让众生明白这样的道理 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菩萨以这十种法而能够于无上菩提终不退失 所以在这十法能够不退失 我们要看对的呢 也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色跟心二法 色就是身体啊 我们身体的状况 它存在的现象 还有我们的心 我们的种种的这一些的反应啊 这些内容啊 这些作用啊 我们为什么会有烦恼 那这些呢 都是我们很现实的要先去了解的 所以法也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痛苦的原因 还有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离开这些的苦 而能够得到究竟的乐 所以正法也就是谈的都是让我们培养真正的能力 来让自己离苦得乐的方法 所以发菩提心主要的也就是要让我们离苦得乐 而且是要让一切重生离苦得乐 所以要能够关照到法 才是我们真正究竟离苦得乐的原因 所以是发菩提心不可或缺的也是最重要的依据啊 所以这十法就是以正法为主 以大乘的菩萨的这种慈悲智慧为主 然后以能够让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的法为主 那能够以这十法的这样子的精进修行啊 当然菩提心就不会退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发菩提心经论功德持品 第十二品 最后一品里面 就是在以这十法的内容 让我们保持发菩提心 而能够不退 最主要的也就是要让我们啊 就是要能够尊重法 所以对佛对菩萨的尊重 然后对法的尊重 然后对法能够实际的去思维 去修行 然后安住在法中 然后自己得到法的利益以后 还要能够发心说 要能够分享给众生之道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就是能够发菩提心而不退转 所以这十法在最后一品 就是把发菩提心的一个持续 来作为一个总结 就是在这十法里面 那下面呢 也就是在赞叹这部经的出胜 所以我们通常一部经呢 最后就会有流通品啊 那谈到这部经的这种殊胜 然后呢 应该要能够就是广传这部经 那因为世青菩萨呢 他是作论 那他有千部论主的 这样的一个称号啊 他做过十地经论啊 也是一部经的论啊 那很多的这一些的这种论柱 那在这一部呢 是发菩提心经的论 所以在这里谈到的持经功德 或者是流通的功德呢 都是指的这部发菩提心经 那只是因为我们在目前呢 就是只有这部论 那从这个论里面 我们应该也可以知道这部经的内容 那也是要能够依这部发菩提心经论来流传 也应该也是有 就是经过发菩提心的经的内容的功德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就先介绍这里 我们把学习的功德呢 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赐从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 华博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扑名台湾救狗协会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将于农历7月30日 9月6日星期一 地藏菩萨圣诞日 恭请广护法师带领大众 攻读严命地藏经 大蒙山超度即共万灯法会 恭请惠泰大和尚来主法 并于当日操建焚化节下期间 三个月所有书写牌位 仰仗佛力加持 所有消灾超建牌位皆能在法会中得到利益 以此圆满所有超建法事 在地藏圣诞法会来临之前 大碑观音道场 带领信众一起做好前行功课 7月是佛门教校 也是佛子修行精进月 未来三周大众可以持诵报父母恩咒 与地藏菩萨圣号 地藏王菩萨灭定业真言作为前行功课 正如幽婆色戒经业品当中佛陀云 若果报定 因厚受者 事业可转现在受之 何已故 善心智慧因缘利故 恶果定者亦可转清 我们应珍惜每一次可以大众勋修 忏悔转业的机会 在农历7月期间加紧用功修行 以报福恩众神恩 恰询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直播平台YouTube或脸书搜寻 或脸书搜寻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 秉持着广传佛陀三称法的精神 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 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 透过MOD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 散播如来卑制的法音 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觉性 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 愿是正法常驻人间 佛所行战中说 佛说一切施 法施为罪胜 人施行才施 行法施者难 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电视弘法基金 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称法的慈悲大愿 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一起走向菩提之路 感恩您的共襄盛举 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功不堂捐 聚沙成塔 福会圆满 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台湾邮政划播帐号1996-5232 1996-5232 银行网路转账 银行贷号005土地银行 转账账号012-001-197-388 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后五码收据开立姓名 联络电话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03-989-8787 或emailnivetv.net at msa.hinet.net 服务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 以向马车秤师佛吉僧 功德有时 云和为时 一 足向柔软 二 威仪无缺 三 身离疲乏 四 安乐无病 五 冤家怨离 六 神族自在 七 仆从众多 八 仁天福相 五 间接欢喜 九 命中圣天 十 肃正远吉 如是功德 如是功德 以车称向马师佛吉僧 落 佳鲁斯报 deuts 博鲁斯报 向马义注称 故事得天称 桥船寄未渡 旅喜诗图显 常得向马车 适则人中天 若人见桥梁 及车称等师 得罪上安隐 珍宝之年语 诗诸称者 常得安乐 年语随身 若负友人 若负友人 师佛己身 或十种功德 云和十种 一 诸根圆满 二 清静仙洁 三 额广品正 四 容貌西宜 五 五 行色光芮 六 福德圆满 七 离饥渴 八 远离善恶 九 身天自在 十 肃正圆吉 如是功德 如是功德 师佛己身 美饮汤药 或如是报 若人 施医药 故身 得 无病 长寿 长安乐 巨族 色 理财 无量 百千事 不经 亦 集结 终欲法医王 永罚生死根 若人以医药 即以无味吃 彼所得果报 安乐你恐怖 若失于药耳 当已一切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旧旧流浪的河沟 旧旧流浪的河沟 让你心中充满爱 不让生命受苦 将来一切生命 生命电视与您 共同救护生命 Zither Harp